大家好,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 别怕,只是孤独 我觉得孤独取决于你和周围人的共性 没有同类,肯定孤独 有一段时间呢,我没有上班 在家写小说 听起来串门就问 哎呀,你现在什么工作呀 我说写小说 他们说,哦,啃老啊 他们理解的我写小说 就是我在花光父母养老金这条赛道上 和骗子们赛跑 话不投机嘛,我就特别生气 我把这些人的微信好友都删了 我爸也生气,打电话来教育我 你这样怎么搞好人际关系呀 快把我嫁回去 我觉得相对于这样的表面繁荣 我更喜欢选择孤独 后来呢,我就结婚了 我结婚的理由就是 我觉得只有跟这个姑娘我才有说不完的话 但结婚后发现 我跟她是约会的那一个小时 又说不完的话 她跟我有24个小时说不完的话 所以呢,我更希望有一些独立的空间 恋爱的时候 一冲动,想飞到对方的城市待两天 结了婚,一冲动,想在飞机上待两天 但是大部分都是逃不开的日子 这时候就能看出来 男女的生活策略有很大的不同 男人叫装听不见 女人叫再说一遍 我老婆打死了这咬她的蚊子 她就开始叨叨 我就在旁边玩手机 她继续叨叨 我就感觉那只蚊子并没有死 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老婆就说 我一直说话,你怎么不搭理我呀 我突然羡慕那只死了的蚊子 至少她不会再被提问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发现 功课男人有个特点还特别好的 就是能把天撩死 我就安慰我媳妇 哎,媳妇 她都死了 死者为大 那一刻呢 就迎来了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安静 我被撵出来之后呢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就想 如果这时候手机和我老婆同时掉水里 我都不知道拿什么先拍下来这一幕 其实婚后保持一定的孤独是挺好的 至少能避免一些灵魂伴侣带来的灵魂冲击 但是我爸呢 不认可这一点 他又打电话劝我 说哎呀,你得多陪陪媳妇 爱情跟事业真的一样的重要 你看 老板开心了给钱 老婆开心了也给啊 而且老板给的钱最终是老婆的 老婆给的钱才是真正属于你 我也开始反省 不是为了钱 就是想反省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孤独是不是因为我懒 比如说懒得沟通 懒得协调 但是我想改嘛 并不想 也是因为懒 我有了强大的适应能力 我开始享受孤独 我把自己安排的特别满 我开始夜跑 但是夜跑嘛 会特别的枯燥 有时候我会带点火腿肠 威威流浪狗 狗狗买一开心 还会跟着你跑跑 没想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狗 加入到了追逐我的队伍中去 相关人员要求我办狗证 我说这不是我的狗啊 他们就给我看举播视频 每天晚上八点 一群野狗自发地在我家楼下等我 那一刻真的泪目了 哇 从一群狗身上找到了久违的老友相约的感觉 不能喂狗以后我想 要不然我还养个宠物 心灵有个伴嘛 但是想了想算了 毕竟理解这个层面 同物种都很难做到 我也有时间呢 继续写我的小说 并且顺利签约了 签约以后呢 是有自数要求的 每天要求四千字 有时候怎么也写不出来 逼得没办法了 我就在我的角色里边 加了个耳朵不好的人 有人过去找他打听事 他说你说啥 那人就再说一遍 周末呢 要求多更一张 每天六千字 实在不行了 就加了个教学片段 老师教一句 学生更读一句 实在写不完了 就让老师检查背诵 老师呢还会生气 背诵他啥 给我重新背 到了节假日 要求报更的 每天一万字 我实在不忍心 但是没办法 我让我的主角结婚了 我老婆叨叨我 那套词就用上了 一万字根本打不住 孤独真的没啥好可怕的 自处也能挺好的 现在我们感觉呢 身边孤独的人 看似是越来越多了 实际上大部分人 都是伪孤独 他们就像一壶 正在烧着的开水 嘴里喊着孤独孤独 内心却翻滚着浪 而真正孤独的人 你是看不到他说孤独的 因为他可能已经把你删了 谢谢大家 我是沐川 谢谢沐川 我感觉了